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阶段105这个成绩 罗斯芳已经在第二曲的时候完成了 所以很有可能会在第三曲的时候再把这个重量可能会推到107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现阶段目前在104 105这个公斤数 有三位选手是有成功的取了起来 所以现在郭欣纯是处在这个前段班 不过还有很多劲敌在旁边围绕 现阶段是到在抓取的部分 接下来还有第二阶段的停取 所以目前省点来说状况还算OK 所以我们也持续的为郭欣纯加油 希望他能够继续的打出好表现 主编 主播 好 再来关注的是罗嘉玲 他出战女子57公斤级的16强赛 对上黎巴嫩选手 可惜把抢直步 台阶道国手也是大家的国民女友罗嘉玲 在57公斤级16强赛中对战2018年 雅加达亚运铜牌黎巴嫩好手奥恩 原本以为去年市井赛就交手过 能够复制贴上抢下8强门票 但因为负伤上场止步16强 赛后甚至一搏一搏的走离开 这是罗嘉玲睽为8个月的首场国际大赛 双方交手手回合前一分钟双方都没得分 最后30秒罗嘉玲尝试后脚了两波攻击 但都没能成功 随后对方倒地出界犯规 但他们的教练提出声速 脚有踢到罗嘉玲的头部 这回合最后时刻刘聪达教练也提出挑战 第一回合2比4让出 进入第二回合 罗嘉玲尝试上端攻击没得手 反而被对手击中上端 0比3落后随后追回2分 最后还是无力逆转 以2比3连失两局 最终积分0比2败阵 压力一定是有的 那就是也希望就可以带着 所有台人到就是 大家的一起的力量 然后去征战巴黎奥运 然后就是也是希望 大家还是可以为我们加油 罗嘉玲赛前就说 上回冬奥比较放松 这次压力增加 再次站上五环殿堂 希望自己的情绪能少点焦虑 但超过半年 重新站回比赛场上 对罗嘉玲来说 其实有好有坏 以不好的方面来讲 就是你可能这半年都没有参加比赛 那你可能少了一点对战 实际对战的状况 其实好数的话也就真的是 如你所说的就是怕 就是不用 不会让对手去做到情手 从库不停到二度战上奥运舞台 23岁的罗嘉玲是巴黎奥运台湾 唯一的跆拳道代表 尽管直播16强 能否有败不复活 只能期望对手奥恩挺进金牌站 我们才有重返机会 TVBS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 而另外林玉婷要专心的拼金牌 却还得应付性别风迫 让昔日的陪练员很不舍 透露林玉婷为了能站上颁奖台 不只都是跟男生一起练习 而且握推都是从60公斤 开始往上加 相当辛苦 只能模样开心自拍 这是林玉婷跟2016年的陪练员 许浩翔 当初的小女孩花了15年时间 变台湾拳后走上五环决赛殿堂 但却陷入性别风波 让身边好友很不舍 觉得蛮不舍的 因为一个运动员花一个 这么多的时间 然后就被 怎么说呢 就被这样子抹黑 蛮多都好像是硬筋的 有时候可能冒冷汗或颜色 颜色有一些惨白的时候 生理期还是坚持训练 满满不舍也发文立婷 说林玉婷训练对象 都是我们这几个臭男生 那是体重中54到57公斤左右 去年因为性别被取消铜牌 外表上男生就是男生吗 根本没有所谓的跨性别 而且在长期高强度高压下 林玉婷的体脂可能比很多男生都很低 甚至为了减重很平 可能点菜啊什么的 可是他这个菜还要再过水 过推来说可能他都是跟着 六十起跳了 对 然后就会慢慢一直往上加 严格要求只为了打出更好成绩 就连赛场内的巴黎拳机名也力挺 说很开心林玉婷赢了 他是一名奥运选手跟其他人一样 更说这一周一定很孤独 心理调试也非常重要 秀出凯旋门前跟玉婷的合照 说一定要凯旋归国 他是心理资商师陈泰婷 从国高中就开始陪伴玉婷 现在这个关键期也在巴黎 去离金牌梦只剩最后一步 心理调试很重要得稳住 才能拿下这生涯熟面的奥运金牌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焦点人物我们就带您来关注林玉婷 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深陷性别争议的 阿尔吉利亚拳击手克利福 在四强赛他击败了泰国选手 同样晋级金牌战 阿尔吉利亚一名都到场立挺 远在北非的乡亲也为他抱不平 不过这起争议让国际权总 跟国际奥会的不合浮出台面 国际奥会就批评国际权总 常年腐败因此将他们除名 而这也让克利福跟林玉婷 意外成为风暴的受害者 守在电视机前 阿尔吉利亚这群亲友团 爆出欢呼尖叫声 他们都是在帮深陷性别争议的 女子拳击手克利福加油 家人信心喊话力挺到底 克利福不为性别争议延烧 在四强战中击败泰国好手 确定晋级金牌战 法国当地大批阿尔吉利亚移民 全都极其为克利福加油 也很心疼他因为性别争议 遭到网路霸凌 但是新别风暴 CN记者报道中指出 阿尔吉利亚以及台湾 都是力挺自家选手 而国际媒体也逐渐将矛头 都指向闹出这起风波的 国际全级总会 国际全级总不断跳针 指出克利福和林玉婷 资格不服 却拿不出证据 CN直批这场记者会 缺乏事实又混乱无比 最令人诟病的是 国际全级总主席克列姆列夫 言辞之间相当侮辱克利福和林玉婷 国际全总这番言论 是让奥委会忍无可忍 奥委会力挺克利福和林玉婷 强调两人的比赛身份 在2023年以前都没有问题 也指出国际全级总的检测 并不公正 而国际全级总的主席 则是不断发文批评 奥委会主席巴赫 国际全总的主席克列姆列夫 就是被指出和俄罗斯关系 有好的寡头 这一次的性别风波 外界也认为是有政治意图 奥委会硬起来 指出拳击运动应该换人来管 否则2028洛杉矶奥运 可能没有拳击项目 选手变成最无辜的一群 克里弗从小家境贫困 为了练拳击早就被霸凌过 没有想到如今到了奥运殿堂 却遭受了事国际级霸凌 身处风暴中心 克里弗还得继续打比赛 也说面对争议最好的方式 就是他获得最终胜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巴黎奥运的 运动攀登项目女子速度赛 由波兰蜘蛛女米洛斯罗 以6.1秒的成绩夺金 而这位蜘蛛女呢 其实早在预赛 就两度的打破世界纪录 拿下银牌的大陆选手呢 表现也很优越 决赛主落后0.08秒 手脚攀爬 飞快有力 他就是波兰攀登天后 女版蜘蛛人米洛斯罗 平时光练习就快得吓人 不过这次巴黎奥运 他又突破极限 预赛时就已经两度打破世界纪录 第一次爬出6.21秒成绩 第二次6.06秒 虽然决赛没能再打破新纪录 但还是以6.1秒夺下速度赛金牌 运动攀登上届东京奥运 才首度列入赛事 不过当时将速度赛 难度赛和暴时赛合并为全能项目 米洛斯罗尽管当时就曾打破世界纪录 但总分只排第四名 直到这次独立赛事才一举多惊 今年30岁的米洛斯罗不止在波兰人气超高 也俨然成了这项运动的最佳推广人 她曾表示攀登其实无关年龄身高 因为运动过程要动用身体各个部位 是一种很好的全身力量训练 另外在挑战不同攀登路线时 也能增进灵活性促进心肺健康 对专注力和克服恐惧上都有很好的效果 而这次与波兰蜘蛛女速度非常接近的是 来自大陆的好手邓丽娟 她在决赛中爬出个人最佳的6.18秒成绩摘下银牌 随着奥运带动热潮 大陆的攀岩业者也感觉报名课程的人正在增加 6岁到12岁是比较集中的领端 孩子们上课比较多的时间就是周中的下午这个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周末 这两个时间我们有时候会出现公兵求这样的情况 大陆曾统计截至去年12月 商业攀岩馆数量已经高达636家 和2022年相比大幅增加了31% 数量甚至已经超过美国 业者开始苦恼教练人数不够的问题 我现在整个来讲会有15名教练 但是我计划到我整个馆全面开起来的话 还会增加将近3000平的这样一个岩壁面积 至少还要再招一倍的人 根据统计运动攀登过去20年内在150个国家增加到了高达2500万名运动员 浙江杭州甚至有野外攀岩厂提供四条不同难度路线攻民众挑战 至于这次奥运攀岩项目将速度赛单独区分出来后 全能赛将采用暴时赛和难度赛总分相加 也相当有看头 报时赛选手将挑战四条不同路线在时间内完成 而难度赛是在路线最后的40次移动中计分 虽然相关的赛事才第二次出现在奥运会中 但观众席满满6000人观赛 也能看出攀登运动的受欢迎程度 别新闻 综合报道 而巴黎奥运首次把霹雳舞纳入了正式比赛的项目 我国好手孙震即将出赛 而这次赛事的幕后推手也是来自台湾的陈伯军 希望让国际更加重视这项运动 当然台湾也积极的培训 上市台事大今年也收取了全台第一位 以霹雳舞真审方式入学的提宝神 随着音乐一连秀出好几招拿手地板动作 年仅18岁的许富雅霹雳舞国手选拔赛 拿下轻女组金牌 全人女子组银牌 让她成功取得2026年 名古屋亚运培训选手的门票 我一开始学HIPHOP 然后我在HIPHOP那行下课之后 偶然看到Breaking这个课程 然后就看到教室里面的那些学生跟老师 就是做一些撑的动作 然后在地板上滚 然后就觉得跟我那时候看到体操很像 然后就有那些地板动作 然后就觉得很帅 他可能需要音乐性 可能需要原创 可能需要身体强度 有很多东西 就是你今天就算完成一场比赛 但其实到了隔天 你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要加强的地方 所以其实就会一直是属于一个 我永远还不够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一直想要练下去 埋头苦练 跳出自我风格 更写下新记录 顺利进入台师大体育与运动科学系 成为全台第一位 以霹雳舞真审入学的体保生 更显见霹雳舞逐渐受到认同 加强部分可能就是招式的部分 就是基础的部分没有打得那么扎实 然后现在就是回去打基础这样 希望下一届亚运可以代表中华台北出赛这样 2022杭州亚运还有2024的巴黎奥运 都把霹雳舞这项纳入了正式比赛项目 就连2026的名鼓亚运也已经确定纳入 也让台湾民众开始重视到霹雳舞这项运动 大众对于霹雳舞的认识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包含越来越多新闻在报导 比较希望的是说能够让大家 怎么样的情况下 让大家再踏出那一步去真的去接触这件事情 例如说可能也许向下扎根在国小或者是国中 上次亚运的话比较多看到的是 自己跟多排的那些选手的差异性 本来就是为霹雳舞这的老师 所以就是让自己走过这一段之后 看到更多东西带给自己 也已经带给未来台湾的新生代 练舞至少15年 更跳上杭州亚运舞台 刘成德虽然在16强遭淘汰 但吸取国际大赛经验 要传授给更多学生 从街头跳到亚运奥运 霹雳舞抛开过去负面标签 现在更从国小就开始培训 把完整的霹雳舞的技术打完 它要三年的时间 那如果慢的话可能要到五年 那它把技术打完之后 它还要有一些想法的变化 那可能出国看一下其他国家 那再去内化之后 那可能要再个两三年再做消化 其实就是巴黎麦瘦 这三个是主要的评分项目 并没有一个说 你做到什么动作可以拿几分 但是就会变成是这个评审 他自己的内容物 霹雳舞项目第一次登上五环殿堂 在巴黎奥运登场 我国好手孙震取得资格参赛 就连这一次的赛事主席 也是来自台湾的陈伯军 有一些这些年长的选手 其实他们发明了很多动作 甚至说你会看到很多动作 其实就他们的招牌的招式 难度也非常的高 那相差可能20岁的年龄 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些年轻选手 可能曾经一度非常崇拜 这些稍微年迈的选手 那也曾经可能稍微学习他们的动作 再将这些动作 发挥自己的创意变化 可能也让难度更提高 而变成他自己的动作 这就是霹雳好玩的地方 七年前就开始筹备 从制定规则 领选裁判等 都靠着多年经验累积 把街头文化带向国际 更要让大家看到台湾霹雳舞的实力 特别的新闻 王华林连至周游宣台北报道 好 国际最新消息来关注的是 日本宫崎7.1强震 晚间所有的海啸警报 是全部解除了 目前受伤人数是来到12人 有两栋房屋倒塌 由于可能出现更大的地震 当局要求辞呈到冲绳的都府县 一周内要做好地震 应急避难准备 赛亚核电厂也严密的监控 中部电力公司重新启用 22公尺高的防波堤 交通方面是JR东海铁路 连接艾滋跟长野的特快车 周五开始将会停驶一周 这是来自日本的最新消息 国际焦点再来关注乌克兰 属无前例的出动 三个营级正规军兵力 大约1000人跨境攻击 俄罗斯的库斯科州 这么边境的俄军是措手不及 不少人遭到俘虏 那么为什么乌克兰 这个时候要跨境攻击 这家分析认为 乌军想控制天然气出口枢纽 掐断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 而占领俄国本土 也可能是要争取更多的谈判仇 天都还没有亮 就被爆炸巨响吓醒 抬头看空中都是飞弹的火光 天亮之后才知道 小镇已经面目全非 路上都是残破的碎片 俄罗斯边境的库斯科州 军民没有危机意识 还在街上闲晃 浑然不知乌军已经打到家门口 也有人先逃再说 好几栋民宅已经毁于战火 知名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 也跟乌克兰人一样要逃难 这次突袭让俄军措手不及 无人机空派可以看到 边境小镇已经陷入火海 事发都已经两天了 乌军似乎还在俄国本土内作战 不过讯息相当混乱 乌军可能动员了 三个迎击战斗群的兵力 出动坦克装甲车 甚至重型火炮 入侵俄国本土前所未见 华府智库战争研究院就分析 乌军缤分多路攻入 俄国的库斯科州部分 控制名为苏甲的小镇 以及附近的道路 推进大概5到10公里 虽然过去曾经有效忠乌克兰的民兵 自由俄罗斯军团潜入敌后破坏 但是乌军正规军入侵 这还是第一次 虽然乌克兰官方也没有承认 但是俄罗斯公布这段柳叶刀无人机 摧毁一辆美制的布莱德雷战车的画面 就是在指控乌军用西方的武器来入侵 美国白宫赶紧撇清说 事前并不执行 乌克兰现在也学俄军先前闪电入侵 哈尔科夫以牙还牙攻其不备 确实踩到俄国总统普京的痛脚 现在角色互换变成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滥杀无辜 只是乌军选择攻占库斯科的苏甲镇 背后可能有三个战略目的 首先苏甲镇不是普通的目标 由来苏甲镇里面有一座天然气的中转站 俄罗斯天然气陆路出口到欧洲的唯一途径 掐断天然气的供应 就是斩断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 第二个原因或许是声东及西战术 迫使俄军转头持援 缓解前线的作战压力 争取时间就是为了等待更多的西方武器 更多F16战斗机交付给乌军 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政治考量 因为川普若是再次选上美国总统 可能马上会逼迫乌克兰和谈 占领俄国本土当作谈判筹码 这是一步险棋 可能分散乌军稀缺的人力跟物力 不过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一场突袭 趁着天色昏暗当掩护 乌军的两栖部队搭乘好几艘的快艇 在南部赫尔松地区渡河抢滩 攻占沙洲 从乌军的兵力上来看 顶多只能算是骚扰 很难有决定性的突破 乌军现在要改变战术 但真正的意图为何 扑朔迷离 推荐总不倒 至于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 带你来关注 您有买房的梦想吗 买房对很多人来说 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 但也有人认为不买房比较自由 也不会影响生活品质 那么网路温度计 透过AI舆情分析 处理了1000亿以上的中文资料 整理出网友买房 以及不买房的前五大理由 一早起床先打开投影机 转到运动频道 享受收假时光 接着再手冲绿挂式咖啡 醒醒脑 整个空间布置成 自己喜欢的样子 待在里面就觉得很有归属感 所有的空间都是属于自己的 因为使用起来的话就比较安心 刚买下这间房的时候 天花板每到下雨 就漏水 所以我们有重新再把顶楼去做防水 跟室内重新做粉刷 现在全部重新拉皮 经过整理后 屋主非常满意 然后卫浴的部分就是 磁砖全部重贴 然后防水就直接做到顶 买房对许先生来说 有一种踏实感 比较自由 就自己想买什么家具 想装潢什么的话 都可以自己随意的装修 不用怕说 之后会有搬家的问题 或者是房东会收走 房价居高不下 但还是有很多人 有买房的想法 归纳为几个原因 包括准备结婚或生小孩 房子可以增值或保值 有些人想要转租当房东 有些人想要解锁人生成就 以及满足安全感 这是网络温度计的 舆情分析系统 盘点出的买房理由 这些理由也反映出一些 心理需求 买房子它除了提供你 物质上实际上居住的地方 但是很重要 它可能也是你心灵的避风港 我们看心理学家 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 那你会发现 它其实最基本的 就是它的生理需求 那再上位一点 就是安全的需求 它其实反映的就是在 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上面的 基本的生理需求 还有它的安全的需求 全球量化宽松之下的话 确实手上持有现金 在保值的程度上面 可能不如去持有 一定程度的金融商品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这一波一头 因为不动产的表现 相对比较强势 所以有很多的民众会认为 不动产它是 相对比较抗通膨的标的 现阶段房价不断往上走 所以确实 如果说要买一间房子 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这个部分上面 也会让很多人 他把购物当作 会是人生的一个 比较重大的一个里程碑 那现阶段的一个 事况上面来说的话 因为社会对于买房 这件事情是持一个 正面的态度 那这也加重了民众 对于所谓的买房的期待 另一方面 不买房也有理由 包括不想降低生活品质 希望资金能活用 担心未来找不起房贷 房价太高买不起 房贷太贵 只找得起房租 以现在年轻人都买不起房的话 就先租看看 然后如果真的以后 有家庭的需求的话 就是再考虑买房 因为以薪水来说 可能买房的压力会太大 而且就是只会越来越高 也没有要降的感觉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有房一族平均房贷 每月需负担约3.2万 换算下来等同于受房者 72%的薪资 负担压力明显过高 在我们的上一代 我们都常常听到 老一辈的人会说 这个房子是我一点一滴存钱 背了二三十年的房贷 买来的房子 可是时代变迁 时代转变了 现在的年轻人 他在意的可能是 我不想让我的生活品质 受到影响 所以我不想背房贷 我不想背房贷 所以我不想要一下背 二三十年的房贷 因为它会影响到 我的生活水准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 以现阶段的市况上面来说的话 买屋跟租屋的族群 在主要上面的分类 除了所谓手上的现金的 持有的多寡之外 另外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种租屋族群 多数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会相对比较高 比如说它可能会有调职 或者是说未来 毕业上面的一些状况 另外对于买屋族群来说的话 也可以看到 他们可能未来 是相对比较确定的 所以希望能够 借由购屋的这样的规划 一方面可以达到储蓄 跟完成人生梦想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 它也可以解决居住问题 无论租屋还是买房 各有优缺 经济能力是最大关键 TVBS新闻中的荣张家宝 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公务员一项被认为是铁饭碗 在过去不少人报考 但是最近这十年 公务员的报考率持续下滑 根据考选部统计 公务员高普考的报考人数 从2013年的14.6万 下降到2022年的7.1万 降幅已经破50%了 而分析原因 可能就跟就业市场多元蓬勃 使得公职的优势减低 还有公务员的工作环境 难满足Z世代需求等等有关 暑假期间不少大学生会去实习 可能会找跟所念科系相关的工作 看看自己适不适合 这位红同学念的是都市发展学系 他又考虑毕业后考公务员 但也想了解其他领域职业 就来科技公司的公关单位实习 我目前的想法是考公务人员 因为这个跟科系比较相关 然后公务人员也有 比较好的工作保障 就是基本上你一做 就是可以直接到退休那样 那这样相对来说 你也不会有什么职业 你在工作上也比较不会 一直换来换去那些 你周围同学很像 当公务员人多吗 目前的话应该没有很多吧 因为感觉上他们 还是比较希望去私人企业 当那个独自规划的祭司这样 因为毕竟公务人员的那个薪资 涨幅其实没有到最高 年轻人想做公务员的少 问另一位实习生念气管系 他想在外商公司工作 我应该不会想要当工人 就是虽然是铁饭玩 但是可能薪水没有就是 就是达到期望这么高 然后做的工作就 比较单一 没有变化 对 可能会有点小无聊 我们会觉得就是说 工作一定要在同一间公司 代理之后 我觉得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可能你到某个年纪 你就会想要就有不同的 不同的怎么讲 就是想法 那你就想要转换不同的跑道 就不一定局限在同一个地方 以往被视为铁饭玩的公职 现在吸引力大减 根据考选部统计 公务员高普考报考人数 从2013年14.6万 2022年下滑到7.1万 降幅高达51.25% 考选部分析原因除了少此话 还包括就业市场蓬勃 公职不再具有优势 国考成本高 不符合新世代青年思维等等 而根据一份对Z世代做的调查指出 他们更加重视生活和工作平衡 不接受在下班后或假日加班 认为对工作忠诚已经过时 根据我们调查 今年新鲜人最想从事的产业 前三名分别是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还有媒体跟自媒体产业 那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 过往都有在前三名榜单里面的 公务人员 就是政府教育团体等等这样的职业 今年首度跌出了排行榜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 因为近几年 其实年轻人他们就业意向的改变 他们对于过往可能公务员给大家稳定 或者是薪资福利优惑这样子的 吸引力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在了 他们觉得他们更重视的是弹性还有自由 另外像是年改 导致公务员福利薪资缩水 难免影响报考意愿 而询问公职考试补习班 他们观察到 以往不少应届毕业生会想考公务员 现在年龄往后延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世代 他们对于公职的向往程度降低 很大的部分是来自于 他们有更多有趣的工作可以选择 那我们也观察到有趣的是 这些考生通常来自于文学院 跟社会学院居多 可能还有一些法学院 那这些学院 就是文科为主的学院 通常会被认为说是 毕业之后找工作薪资偏低的 所以他们会比较愿意 在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就选择投考高不考的一般行政 学者认为若年轻人都不报考公职 会出现人才断层 也不是好事 政府需要增加更多诱因 TVBS新闻张正安文一节推不到 Z世代成为了现在职场重要的胜利军 因此跨世代的管理成为了新难题 尤其职场中的Z世代 最常被认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不好管理 但也因为他们属于数位原住民 获取薪资的速度以及学习能力 也不亚于其他世代 甚至更重视自己的工作目标 如果对我们误解的话 可能会觉得第一个是我们 比较所谓的不受控 对 就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误解 对那再来是我们可能在 比如说在压力的部分 比较难以做承受 职场中的Z世代最常被认为 太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不好管理 而他们最大的特色 则是数位原住民 我觉得网际网路 可以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可以有更多的资讯没有错 对 那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可以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资讯 对 那我们也可以在 可能可以提早做学习这些等等 但同时的话 其实也更容易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有更多的焦虑感跟迷茫感发生 所以我觉得在成长过程中 有网际网路 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Z世代接收新事物的速度快 其实也增加他们对于工作的明确性 一份工作能够为他带来什么 是他工作的宗旨也是目标 我觉得就是这个特质 跟这个达成目标的方式 并不是只有Z世代独有的 但每个世代 其实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 去为他的生活跟职业的平衡 还有达成他自己职业目标 这部分去努力 所以我觉得或许在 可能再付出多一点时间 去上班这件事情 是Z世代表现他努力的方式 你面对到这些年轻的仇职生 你会发现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 他们特别的在意是 多元的 就是多元功能的环境 就是他们会在意 比如说会在面试的过程中提问 公司的公司文化是什么 然后以及我们的 比如说团队的目标 公司的长期发展的愿景 这些都是他们所在意的 工作时机可以得到什么 相比他们的父母 对于职场上的态度也大不同 第一个是他们会希望说 可能可以在一间公司要待到 非常久的时间 这样才能证明你在工作场域 是一个稳定的人 但其实在现代 就是在可能Z世代的工作族群 可能在现在可能三到五年 去换一个工作 去做多方尝试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Z世代已经成为在职场上面的生力军 因此跨世代的管理 也就成为了新的难题 有国际的人才资源公司就发现了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Z世代更倾向于自己来解决问题 不过迁徙世代则是比较喜欢 在团队里面和其他成员 一起沟通讨论 在职场上与不同世代 交手过的迁徙世代 就很有感触 Z世代这边 他们非常重视的是逻辑 跟效率 讲重点 对就是你必须要很快速的去思考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或者你想跟对方合作的项目是什么 如果是跟年纪教长的同事合作的话 必须要先重视的是伦理跟礼貌 对你必须要先装不懂 然后请教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不同世代所处的社会背景 造就不一样的职场态度 并不是非黑即白 仍然有他们所代表的特质以及优点 但是在Z世代我们非常重视效率的环境下 会非常积极的去采用 其他很成熟的国外的SARS软体服务 去省掉那一到三年的开发时间 而直接进入战场 虽然大家的工作年资还很浅 但是大家所具备的实力跟能量 其实已经不亚于 已经工作多年的一些前辈 他们的接受资讯的速度更快 然后也会主动搜寻的资讯越来越广 所以他们在意的面向会更多元 包含就是工作的追求 以及价值观的多元 都呈现在他们求职上面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比较不是说 上一个世代不在意 而是说这个世代的 Z世代的年轻人更在意 Z世代逐渐成为职场上重要的生力军 对于企业管理层来说 掌握Z世代的需求 以及他们的特色 也有助于提升工作环境 TVB的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才报道 今年上半年去日本的外籍观光客 大约是1778万人次创下同期新高 日元贬值也促使仿日观光客增加 但是对于许多当地的日本人来说 却不乐见日币持续的走贬 更有五成的日本企业认为 日元贬值是不利于经济发展 不过在日本央行 今年7月底宣布的升息 近期日元转强 专家就点出 今年第四季或明年仍然有进一步调整利率的可能性 在铁板上翻炒的日式炒面 融入酱汁焦香 加入新鲜虾子花枝配料丰富 风味独特 日本版神梅田百货 以多元的美食闻名 2022年重新开幕后 一年来客数达3300万人次 海外游客就占了近半数 外国旅客毫不手软大手笔消费 购买各式商品 带动百货整体业绩成长 打造四层楼的餐饮区 走到地下一楼 还有日本百货少见的历史区 韬客战成一整排 享受正宗的日本拉面 来日本一定要吃一碗拉面 像我点的这碗酱油拉面 只要350日圆 换算成台并约70多块 十分划算 但我们在享受便宜日圆的同时 日本当地民众的感受 却是一体两面 受到日圆贬值影响 日本餐饮业压力沉重 原物料成本不断攀升 特别是牛肉海鲜仰赖进口 面临严峻挑战 这个是金刚很有名的 就是漫娱的派 以前我记得好像有 大概就是600左右 现在好像就那边就是攒价了 就是793了 拿起架上的饼干 发现便贵不少 茶茶是东京人 她说育圆贬值 民生用品价格不断上扬 对日本当地民众来说 是噩梦一场 我自己也会在非常的吓到 怎么会日本的东西怎么这么贵 感觉就买不下去 以前我的朋友就女生都不需要工作的 但是因为现在经济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就是现在结婚之后 生小孩还是很多我的朋友回去再工作 日圆走变加剧了当地民众通膨压力 等于是变相减薪 不少日本人感到绝望 甚至已经无力负担国外旅游 在东京的话房租也是变贵了 对所以然后家乡吃也很贵 对然后我记得好像我刚开始就是出社会的时候 大概就是日币薪资22万左右 对但是现在有一些刚出社会的人 就是也是不到我20万的样子 因为就是生活很辛苦 所以就是国外旅行等等 好像都很多人都没兴趣 今年7月日本魁为20年焕发新超 新超发行的同时 日圆贬值的压力仍存在 日本媒体报道 近5成的日本企业 认为日圆贬值不利经济 但也有企业高层认为 这仅仅是短期现象 会有回升机会 的确日本升息比预期中来得快 日本央行在7月底宣布升息至0.25% 重回16年前水准 但便宜日圆的时代 难道要结束了吗 美国降息日本升息 才有可能让日圆有比较大的幅度反弹 但是要明显的回升 可能要等到第四季才有机会 今年第四季 日本央行仍有进步调整利率的可能性 现阶段日圆还有六分田 但就怕田田价回不去 外国观光客无法再减便宜 日圆贬值升值有好有坏 不是只有发观光才这么简单 TVBS新闻 黄奥伟留言宣 日本大阪采访报道 年长者跌倒是一个普遍 而且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跌倒可能导致严重的身体伤害 影响生活质量 甚至增加死亡的风险 而根据了解 年长者跌倒的原因 有生理因素 骨质疏松 只有衰弱的 老人家跌倒是个常见的问题 但这值得留意的事情是 年长者的跌倒 并不是单纯只是一个意外事件而已 这背后暗示着我们 一个人已经变为更为衰弱的情况 我们仔细想想 一个不小心被半以下的动作 若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往往有着敏捷的身手 可以应付这种突发情况 但是这样的情境 发生在年长者身上 他们未必有足够的反应力来面对 甚至也没有足够的肌肉力量 来支撑偏移的重心 跌倒就这么发生了 由于年长者跌倒容易产生骨折 与其他的并发症 因此预防跌倒非常的重要 预防跌倒除了从居家环境着手之外 运动训练也是有效的预防方式 跌倒的部分就是 老人家如果跌倒不幸发生骨折的话 特别是宽部或骨盆骨折 其实一年内死亡率 大概世界平均是20到24% 那台湾有降到比较 男生大概15 女生大概11 对呀 可是还是高 对呀 所以基本上 而且功能退化大概一半以上 所以基本上能不跌倒就不要跌倒 因为跌倒的最严重后果就是骨折 后续有很多病发症的可能 由于年长者跌倒容易产生骨折 与其他并发症 因此预防跌倒非常重要 预防跌倒除了从居家环境着手之外 运动训练也是有效的预防方式 根据研究 进行平衡和力量的运动训练 可以减少跌倒的风险 平衡的训练项目包括 双脚避农站立 单脚站立 避眼站立等等 特别提醒 进行平衡训练时 必须有治疗师或照顾者 从旁协助 以免发生危险 激少症这个问题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 肌肉质量会减少 这时候我们就还是要去请 我们家里的阴法族 去养成运动的习惯 运动一个人运动是很无聊的 所以最好是鼓励 有他跟其他的同伴 一起去做运动 出门在外觉得容易不稳的 可能拿个拐杖或登山杖 另外的话 其实身体健康很重要 如果你身体平衡好 肌力够 基本上也比较不容易跌倒 这部分的话可以去像 现在房间很多健身房 是专门针对阴法族的 或是一些有针对阴法族的 物理治疗师这都可以 可是有时候你怎么训练 都还是容易跌倒的时候 就要看是不是有疾病 那这时候就是要 可能要看一下 是不是神经内科 心脏内科 看有没有一些容易让你头晕 容易跌倒的疾病 需要去做一些诊断 年长者跌倒是一个 越来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如果老人家如果跌倒的话 很容易造成髋关节骨折 或是脊椎骨折等问题 99只不仅生活的品质会下降 若病况严重也会提高死亡率 那如何去预防跌倒 其实是在每个家庭 都应该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从几项来看 第一个就是把一个家里的环境 要把它塑造成一个 比较不容易跌倒的环境 可能是要在一个容易跌倒的地方 要铺防滑垫 或者是在一个比较有可能 走廊的地方放个一个扶手 让这些老人家在走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支撑的动作 家里日常生活的时候 家里的器具 家具 尽量固定位置 不要随便去变动 然后家里可以安排一些 可以让你走路可以扶到的东西 或者是说营造一个浴室 比较扶手这种东西要做好 如果你已经有很多疾病的话 那很多药物的交互作用 可能也会让你就是容易云容易跌倒 那这部分可能可以找个医师帮你的 找一个医师帮你整合所有的药物 一起分配一下 看哪些药物可以删减 骨科医师提醒 跌倒通常是很多种原因造成的结果 任何年龄层若不幸发生跌倒 务必要就医检查 TV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糖尿病的机会 我看她生命性 对 我看她生命性 她的眼睛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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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这蛮白的耶 是白的 对哦 这应该是娟州喜欢的型 我都不敢说我 你毛病很多耶 这样也不行 TVBS欢乐台是12频道 每周五晚间9点 小姐姐请回答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综艺咖老爸爱子顾佳 牙刷牙刀 型男变身女儿傻瓜 股腹无犬女 安吉外交部最新宣布 由于收到伊朗通知 国内航空在台湾时间周四早上9点到12点的三小时内 都要避开伊朗领空 刺耳警笛响彻以色列北部 基里亚特 什莫纳地区 遭黎巴嫩边境 真主党火箭炮袭击 不少光点从远处升起 接着就是一连串沉重爆炸声 遭轰炸的地方 很快燃起熊熊火势 在这场轰炸后 以色列军队很快回击 在黎巴嫩南部的两个真主党据点 CNN等外媒报道 真主党可能比伊朗先动手攻击以色列 目标就是策划 击杀真主党指挥官的台拉韦夫军情总部 危机平民性可能也越大 以色列国内也在加紧筹备医疗资源 不少民众出来踊跃捐血 尤其更大的威胁伊朗 随时紧接在真主党之后 就怕战争随时爆发 埃及甚至宣布 由于接获伊朗通知 埃及全国航空公司 都要在台湾时间 周四上午9点到12点内 避开伊朗领空 许多国际航班也暂停飞往黎巴嫩 伊朗和以色列 恐怕还有更多国家 也可能实施禁飞令 不愿爆发更大战争的美国 也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 向伊朗施压 缓和局势 TVBS新闻综合报导 ов仁 职党 很多小狗 眼 还扎眼睛 你看 很可爱 你是誰逃逃逃的 你們不要亂逃 ppbs 歡樂台 四十二頻道 每週五晚間九點 小姐姐請回答 這個就是 金曲 熱情如虎 從來各位的熱情啊 哇 星空地餐酒館 好可愛 好可愛 好漂亮喔 你這麼漂亮 好多層次喔 上級台 住室有酒午餐 冠名戰術播出 我看到他生命是 對我看看 我看到他生命是 對我看你眼睛看起來 對我看你眼睛看起來 感情線看太多了 這蠻白的耶 這白的 對喔 這應該是娟州喜歡的型 她的口感好像很小 你毛病很多耶 這樣也不行 ppbs 歡樂台四十二頻道 每週五晚間九點 小姐姐請回答 為了尋找妹 我來到了傳說中女人的殿堂 這裡藏有成為自信女性的秘密 成為自信的女人 女人我最大 對 綜藝咖老爸愛子顧佳 這牙刷牙刷 型男面身 女兒傻瓜 虎婦無犬女 演藝圈暖霸特輯 請鎖定 TVBS娛樂頭條 Landy母女兩個死 可能真的跟真心有關 這個只是猜測而已 說了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跟Chelsea 目前是非常好的朋友 啊 如果他們兩個在一起啊 以後能有更多的生意合作 我嫁集龍家 真的會比較開心嗎 江湖農藥 每週六晚上十點 是在TVBN 有享時尚冠名播出 沒有戒指 因為結婚 是單身的 這還不算脫單 我還沒有確定關係呢 啊 你這麼開放的呀 那就是太好了 太不真實了 我這個年紀 喜歡看得見 抓得出的東西 條件這麼好 她跟你說是單身 你就相信她是單身啊 本週日晚今八點 三時而已 就在TVBS42屏障 我的目錄就是 她是完全細緻 然後就是幾乎就是膠原化 然後她是沒有那個顆粒的 我知道那個失去健康的那個痛苦啊 我就很希望我做出來的產品 真的是 我真心的是 希望人家喝到我的產品是 可以獲得健康的 請您鎖定這個禮拜天晚上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 一個人要是做了壞事 瞞得了一時 瞞不了一時 希望馬家以後 別再由你陷害我 我陷害你的事情發生就好了 我記得 她是你媽以前的男朋友啊 我不想有一個拋棄妓女的混蛋 跑來跟我說是我爸 請你馬上離開我的辦公室 香福榮耀 每週六晚上10點 是在TVBS 由享時尚冠名播出 我們主張我們真的可以做嗎 今天緊張了 我們就跟法河差不多 稍微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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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滿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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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不是做菜 我們真的這樣嗎 我們是共同星光 生死的人 光開門就很忙了 本節目由台碩石油95加冠名播出 三十歲之前拼數量 三十歲之後看質量 你不是需要儀式感嗎 我已經醒了 儀式感是沒有放棄自己最好的照片 我過生日 你為什麼這麼對我 不留意人 不留意貓 不留意我 這個家裡還有什麼可留意的 我結婚就是為了輕鬆賞心 結果現在呢 這種日子 我一天都不想湊合我們離婚吧 本週日晚間8點 30而已 就在TVBS42頻道 7.5公尺高的大型滑水道 讓小朋友玩得不一樂乎 南韓首爾的光畫門廣場 直接變身露天水上樂園 許多家長帶著小孩來玩水消暑 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了 南韓全國各地都發布熱浪警告 天氣熱加上溫度高 體感溫度直接飆到35度 市民熱到把腳拋進青川西裡消暑 不少民眾趁著放暑假 全家一起到海邊吸水 整片沙灘上滿滿都是人 海邊在海邊街上的雪 那會不會看得到 海邊玩有更加小心